假如未来研究出机器人女友或者男友 你会不会选择接受呢? 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 女机器人和人类产生情感的奇幻爱情故事 殷真是个27岁的正常男人 梦想成为音乐家 有天唱完歌 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允金 有了男友后心碎地回家了 结果却被一个黑影变成了奶牛 之后这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人追杀 奶牛殷真伤心的闭门不出 房东总是敲门也不敢应答 这天一位女孩恩赫和巫师梅宁来到英贞的家 却能过声音 英贞就是恩赫想要找的人 原来恩赫是太空中的一个卫星 本来生命已经要走到尽头了 但是却被英贞的歌声重新唤醒 于是不惜子弹降落地球 结果却被巫师梅宁改变轨道 撞向了怪物焚烧炉 梅宁来找英贞的目的是想借助英贞的特殊 吸引出焚烧炉打败他 这样就能成为世界英雄 但是英贞想把恶人赶走 这是门外传达了允金的乔门声 他想见见英贞 但变成了奶牛的他要怎么见允金 于是美女给了他一套人形外衣 能让他暂时变回人类模样 前提是让他和恩赫住在这里 英贞穿上外衣出去 却没有勇气和允金见面 洗完他五年了 现在却变成一头奶牛 等他有勇气冲出去时 允金早就走了 当英贞又去学校后 因为没有交学费 也是让不要学 恩赫跟着他却总是被他说 很烦冷夜 之后恩赫飞到半路 突然没有燃料 掉在了马路上 英贞路过也没有管他 这只焚化炉出现 他要把恩赫扔进炉火中时 路边小屋走出的小猪 转移到焚化炉的注意力 结果小猪被焚化了 焚化炉越离越近 它是这种城市恐惧所创造出来的怪物 它把伤心的动物焚烧 把人变成烟雾 如果越来越多人消失 平衡就会被打破 每年自言自语到 他一定要打败焚化炉 之后 英贞醒来就看见恩赫盯着自己 接着他会去翻东西 翻出了英贞的电子芯 英贞看到后 一把抢走的电子芯 然后把自己关在了厕所 他总是闹肚子 这时 梅林竟然挂在了厕所肝上 梅林说 你想变回人类吗 有个能带伤心动物去从林的巫婆 你可以安全地居住在那里 如果你不跟着他 你再也不能变回人了 没有在意的英贞 渐渐地开始像牛一样吃鞋的草 恩赫是吃一口 差点死鸡 这时房东又来催钱 送走房东后 梅林说 那个巫婆来了 巫婆找到梅林后 梅林在天台议事 梅林想要打败焚化炉 只要动物才能变回人 懒牛就得留下来当焚化炉的幼儿 但是巫婆觉得打不过 还是把变成动物的人 损回森林更妥 她想带英贞回森林 让英贞自行考虑几天 就走了 英贞的房租没法交 正苦恼时 恩赫和他看见了狗狗在喝的牛奶 于是 恩赫开始帮害羞的英贞 寄奶去卖 但是卖来的钱 无权不被房东 给抢走了 英贞在五岁时 吴先生终于找到了他 这些离奇事件的背后 都是吴先生搞出来的 他把伤心的人 变成了动物 脑袭的动物的肝脏 翻卖给白先生 白先生 虽然他赶紧抓了那只奶牛的肝脏 但是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 因为被正好回家的恩赫打跑了 之后英贞收到了允金的短信 在公园和他赴约 他听到允金说要结婚了 对方也是歌手的时候 忍不住质问 过去五年 你都是在逗我吗 英贞还激动地解开了套装 说自己英威尼变成了奶牛 但是允金不信 反而生气地扇了他一巴掌 所以梅宁之后 对着恩赫吐槽 允金其实很丑 恩赫就生气地把梅宁 冷进了马桶冲走了 恩赫出门要找英贞 看到电视里对卫星一号 也就是他的介绍 忍不住失落起来 他就在这里 没有在太空漂浮着 于是他飞到卫星研究中心 就被本位赶走 恩赫因为英贞的歌声 而延长了生命 而现在 他又怎么回到太空了 看起来同样寂寞的 英贞和恩赫 在阳台上似乎相对 恩赫走过来被绊倒 插点抱住了恩赫 两来红着脸 沉默得奇妙 早晨 恩赫看着英贞 醒来让他给自己充电 恩赫上次感受到电 还是听到英贞唱歌的时候 英贞知道后 顿时脸红了起来 这时恩赫的手臂 响起了滴滴滴的声音 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傍晚 在街道恩赫 为英贞摘来了 他喜欢吃的太阳花 恩赫腼腆地问英贞 如果我消失了 你会怎么想呢 和美的英贞回答 吴先生突然出现 和恩赫打打了起来 美丽也出现帮助英贞 虽然吴先生 该传透每片镜子 但他还是在关键时刻 被恩赫抓住打跑了 想起昨晚恩赫特地摘的太阳花 英贞就开心地拿起了电子琴 唱了久违的歌 恩赫听到后 随便享受得在空中 跳起的舞 夜晚 英贞和巫婆见面了 他还是没想好 要不要放弃这里的一切 去丛林里 恩赫时 他立马否定了 还再三强调 自己和恩赫是不可能的 他不是人呀 躲在拉机车里的恩赫 听到这一切后 使得神的一动不动地 被拉机车运走了 巫婆生气地说 既然不喜欢他 就让他走啊 别让他迷惑 但是英贞又懒弱地说 他不想 他明确地感受到了 恩赫带来的变化和陪伴 此时 恩赫坐在雕像上 伤心地哭起起来 他想成为普通女孩 也许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英贞等了恩赫一晚上 一大噪他再回家 为了英贞的怒气冲冲 恩赫只说 很正 你也不会关心 两人开始争吵起来 要奔到扬镳 他们把在中间的梅林 能拉到区后 怒气冲冲地出门 恩赫问 你真的 不在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英贞不回答 这只焚化炉出现 要抓英贞 恩赫努力驱动手臂 要攻击焚化炉 结果英贞拉住他 想要逃跑 结果就被打散了 于是恩赫把英贞 拖飞了起来 脸红沉默的两人 在为其关头对视眼后 就和好露出了 而木偶黑手白先生 也查出了恩赫的身份 他为吴先生 想出了一个 可以拿到奶牛肝脏的完美计划 而麻烦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 有一次英贞在公园等恩赫 却被小孩打开了 人形外衣 变回了奶牛 奶牛的形状 引来了很多人被喊怪物 还被警察扣住了 这时恩赫出现 他飞了起来 又把头分离 再吓走了群众 在回去的路上 碰摆走了英贞 感觉自己心跳加速 不断默念 恩赫只是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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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英贞还是忍不住的 约他明天去喊合 穿着漂亮裙子的恩赫 终于和英贞约会了 当英贞要请恩赫的时候 恩赫不小心按到了手臂的开关 英贞和恩赫的手臂 一起飞进了盒里 好在英贞抓的手臂不放 又了回来 这时恩赫发现了吴先生 吴先生说 你的寿命又没有多久了 只有你和我一起打败 看你那个抢我生意的焚化炉 以后 就不抓了没有 恩赫思考了良久 他只要自己保护不了英贞多久 结果在傍晚 英贞眼不发的 就抱住了恩赫 恩赫虽然推开了他 但是英贞 一直用痴迷的眼神看着恩赫 不管恩赫 摘掉头还是手 英贞 都痴迷的还是说 喜欢恩赫 在第二天离开前 恩赫目光坚定的说 我会回来看你演出的 但是恩赫走出几步 又飞回来 吻了英贞 回想着他们在一起的一幕幕之后 就走了 很快恩赫找到了焚化炉 和吴先生一起攻击焚化炉 但是吴先生却突然从背后 给了恩赫一击 他倒下了 不过焚化炉 却先把吴先生冷静了炉火中 然后又抓紧恩赫 恩赫哭泣地说 傻我 为什么 请你呢 英贞火下去 毕竟我没有那么多 美妙的时刻 说完 恩赫也进了炉火中 当梅林赶去酒吧 告诉英贞这件事后 英贞冲出的酒吧 要去找恩赫 路上看见钢琴 他停了下来 当初恩赫听了我的歌后 才来吵我 也许我能这样找到他 如果唱歌 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当英贞唱着歌 美妮把他带到空中 只有他才能救恩赫 于是 英贞化成光 从向了焚化炉 英贞来到一个空间 里面白满了冷像 美妮的原型告诉英贞 你必须跑出黑暗 才能变回人形 英贞一路狂跑 竟然找到了恩赫 当两人抱在一起时 恐惧彻底消散后 爱的力量 进化了粉烧炉 英贞和恩赫 也能幸福的 生活在一起的 片名 卫星女孩和奶牛 冰冷的机器 拥有人心后 也产生了爱 可本有人心的人类 却将它丢失 这种题材其实很美 如果能够放在 心爱诚的手上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 又是一部 让人虐似的 气望爱情 其实爱一个人很简单 找他长得好看 是不是人 也许还真的不重要 但这 只是最粗俗的爱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欲望和衍生的爱 我如果有滴滴滴滴的回忆 凝聚而成的爱 这种情况 真的 会超多一切 对于允金的描述 我几乎忽略掉了 因为这个渣女太扭逼了 实实在在将一句俗话 刻画得非常生动 得到的永远在骚动 人种是这样莫名其妙 越不得到 就会爱得深沉 就会爱得卑微 这是允金和应征的描述 也就是当今 见惯不惯的 卑微爱情 而恩赫和应征的描述 则是 人种会伤害 他爱的人 其实人们也会爱上 被他伤害的人 也就是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 受伤害的人 会对伤害人产生好感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开篇 连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 都会观看 在时间选学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